哈囉大家好 我是Tim 今天受訪來賓 他們對前陣子發行的第四張專輯 讓我們有請穿越團 大家好 我們是Christy 穿越團 我們是Skippy 我是丁丁 哈囉 嗨 嗨 你好 你們要不要先介紹一下 你們這次發行的新專輯 這張專輯叫做愛是我們畢竟的辛苦 然後它是一個 由自己出發的愛的旅程 然後它其實講了很多不同面向的愛 不同種類的愛 包括愛家人 愛這個世界 然後當然還有愛彼此 跟愛自己 應該是說有點像回歸初心的一張創作 就是我們在經歷很多 寫很多不同的主題之後 學這張專輯就是回歸到自己 回歸到愛自己 然後再去愛這個世界這件事情 當初是怎麼會有想到這個想法 就是說回到自己的 我覺得應該就是我們創作的那個scope 它的那個什麼範圍 一直有在變大跟變小 然後就是以前是覺得說 想要用音樂去解釋這個世界 去 一開始但是先從我們身邊的一些事情出發 就是學生時代的時候 然後漸漸開始進入社會 就開始想要慢慢往外擴張 去解釋這個世界 去了解去探討什麼東西 為什麼是這樣子 但是到了就是 這張專輯就有點就是回到 應該說我得到的答案就是 其實那個答案就是愛 就是我們並沒有辦法真的去理解這個世界 或是去改變它這麼多 但是我們可以改變自己面對這個世界的樣子 所以裡面其實看好了很多就是不同面向的愛情 包括說舊的啊 其實都可能是一家人 然後是一個是一家的意思 嗯 那我想問一下你們要不要分享 什麼就是你們裡面的歌曲 不是 這張專輯最 應該最重要的首歌應該就是 《愛是我們必經的幸福》 就是專輯的同名單曲 對 同名歌曲 嗯 然後它有點像是個目錄 對我們來說就是怎樣 專輯的一個目錄也是一個 它主要的理論基礎 對對對 應該是經過這麼久之後會發 就感受到就是愛其實是 不是一件這麼容易的事情 就是不管是 剛剛說的各種不同面向的愛 所有的愛都是 必須經歷過辛苦 才會得到封碩的果實 對 嗯 然後我們 其實我們 我們之前的愛算是 不算太辛苦的 就算 大家結婚我們結婚了 出張專輯好像感覺是一個 很辛苦的事情 但其實不是 我們之間的相處是非常的 比較輕鬆的 但反而是我們面對這個世界 或是面對自己的愛是辛苦的 然後就是 這首歌 它有一句歌詞很重要的就是 你愛上了星星 愛上它 卻沒想愛上自己 對 這句我覺得算是一個破題 在講專輯的一個破題 然後也是 我覺得是我自己 對自己的一個形式 因為我們之前很多首歌 其實在講 講星星 講星空 講黑暗的鏡頭 講 那些我們想帶來廣兩 跟我們在黑暗中 可以維持的樣子 但那個 那個樣子究竟是什麼 想帶給什麼 好像 其實好像還是要從自己出發 對對對 你還有沒有要分享一下 你們的 為什麼要分享歌 那我來分享一首 主要我寫的一首歌叫做 追追追 對 不是黃飛的追追追 不是追追 很不一樣 看到歌也很好 欸 是不是看了歌 在台上有什麼事 對 那會寫這首歌是因為 我本身是一個 算是動作 或者是做事情比較慢的一個人 跟Skippy 相比的話 Skippy 就是比較快 比較急 但是我就是比較慢 所以就是常常在做事情 或者是在工作上面 常常會覺得 好像一直追不上 追不上別人 或是追不上自己預設的目標 然後就是 就是 會經歷一些 這種跟時間 與自己的目標拉扯的一些心境 然後那時候就算是我比較低潮的時候 對 那在這個焦慮的心情下面 然後就寫下了追追追這首歌 對 雖然聽起來非常的歡快 但是其實是 非常的焦慮 對 對 可是這樣在台的程式上 會不會遇到 就是可能步調要很快的時候 會啊 其實我是在 算是在台北長大 但是我一直走路都很慢 非常慢 非常不可惜之慢 對 從小到大都很慢 對 就人家說 喔 台北人走路是不是都很快 沒有 妳就是 那我就是那個 對 我就是在那個 走一走會突然脫隊 怎麼這麼軟 在台北的街頭 我會看到那個走最慢的那個人 對 角度不太好洗的感覺 就是走得很慢 對 所以就是 就是在這個城市裡面 就是 的確是會覺得 有時候會覺得自己跟不上 對 其實我很即興 所以我也覺得台北是一個 步調很快的城市 而且現在就是資訊爆炸 所以其實不管在哪個城市 你看到的世界 步調都非常快 對 一直不停的追趕所有的新潮的東西 或是新的話題 其實跟你們剛才有提到的時候 就是你們相處的事情是比較輕鬆的 嗯 那我想問一下就是你們是 平常是怎麼表達 會表達心意 跟彼此表達心意嗎 表達心意喔 還是外我們會就是會擁抱 我們會就是說沒關係 會就像 傷害就說了一百四對不起嘛 但我們是比較少說對不起的情侶 我們比較常說的是沒關係 然後因為就是常常會 遇到一些挫折 或者是生活上 或者是工作上 遇到一些就是 難關的時候 我們都會 可以彼此互相加油打氣這樣子 要不要談下你 就是你剛才談到的挫折 挫折喔 其實就是 我覺得創作這條路算是蠻辛苦的 就是必須要對自己誠實 但是你 對自己誠實的同時 還要對世界坦誠 這兩件事情 不是個很好的一個 兩件事情同時存在的時候 其實是很痛苦的 其實蠻痛苦的 因為你必須 把自己 你不想要給這個世界看的一面 展現出來 然後還要被評斷 就是已經是很脆弱的東西了 但還要被他人評斷 說這首歌好不好聽啊 或是你看點員率啊 或是你看大家留言 所以就是 我覺得這個是比較多 就是掙扎跟挫折的來源 還有就是工作上 比如說我們想要好好完成一個作品 我覺得其實 因為我們對作品要求很高 就不管是我們的音樂或是影像 或是各種想要傳達出來的樣子 其實我覺得最辛苦的應該是社交媒體 就是我們經營社群 這件事情對我來說很辛苦 因為他就是很快 然後他一直都有一個壓力 然後也是一個很即時會反饋的東西 然後有的時候會覺得會漸漸的被一些潮流帶著走 然後就是要必須在跟隨著這個 不被這世界拋下的情況下 還要保持自己的樣子 這件事情我覺得是 滿大的拉扯 而且其實在做音樂的東西 然後還要在 對… 從這幾個段來的時候 應該是滿… 對… 滿…會有可能會有焦慮或是… 時間心理上分配要很… 很有效率才要辦法做 大部分都會犧牲一些睡眠 對…就是滿辛苦的 對… 心裡會很累這樣子 現在還會嗎 就是對於新人體的 就是社交媒體要非常好 現在… 一直其實都會 對… 對…好像會不開始接受這件事情 但是他就是對我們來說是比較 需要花很多心思的 做音樂它就是一個從… 從內… 額外的事情 對… 就是你可以 好好的把自己想要表達完成 對… 你可以就是慢慢的 咀嚼你的心思跟一些想法 但社交媒體就是要很快 然後你就是要… 你要Capture 就是你最近在做的事情 我覺得那個… 不停的需要做這件事情是累的 雖然說他其實… 我覺得分享是快樂的 但是不停的需要產出這樣的素材 其實是… 是…事情固定 那我想問一下就是你們 算是這張專輯 這樣會強勢 不管是歌曲或設計上 我先講一個我看到的 對… 但是以設計來講 好… 在裡面的話 其實有寫很多次對不起 然後在那個歌詞那頁 都很多…寫了很多次沒關係 對… 就算是有點… 呼應那樣的概念 對… 好… 接下來看 可以… 可以給觀眾看一下 這張專輯有點像是一封信 像是寫給自己這封信 然後再打開之後 除了歌詞本之外 就是會看到寫了一百次的對不起 對… 然後這個手寫字是我… 我自己本人寫的 本人 對… 對… 然後這樣你剛剛說的 在歌詞裡面 這對不起就是… 真的是… 我數了一百次 寫的當下就是… 數了一百次 嗯… 那沒關係 就沒有寫到一萬次 一萬次太多了… 太多…太多了… 寫到現在還沒寫完 對… 那想要製造的… 其實就是一個… 就是在說對不起的時候 其實… 有很多種說法 嗯… 就是你可能是… 很真心的覺得… 對不起 但也可能是帶著情緒的對不起 嗯… 所以就是在一百個對不起裡面 就是我在寫的時候 都… 賦予它的… 不同的情緒 喔… 傳摩很多不同的情緒 對 喔… 所以… 就是… 大家可以體會到… 這個… 對不起裡面 蘊涵的一些… 背後的一些情緒這樣 喔… 對啊 其實相關就是說一百次對不起 但我們好像沒有探討說 那一百次對不起 分別是什麼樣的對不起 對… 其實這其實真的有這麼想要 就是在… 因為你們有說一百次對不起 譬如說一百… 一百整的情緒 或一百次對不起 或有什麼厲害 還是他的情緒 是當初呢 弟弟在寫的時候 是有自己感受的 情緒效果的 那就是一些… 生氣的對不起 對不起啊 對… 帶有情緒的 或者是… 呃… 就是… 覺得自己可能… 哪裡還需要… 做一些… 改變 嗯… 對 想要變得更好的自己 想要變成一個更好的自己的時候 對 這種時候就是一個真心的對不起 有時候也是對自己說對不起吧 因為就是… 因為好好善待自己的身心 對…沒錯 其實很多時候都覺得說 欸… 我… 其實可以不用選擇這樣子 我可以有… 更好的做法這樣子 嗯… 然後我覺得剛剛說 就相愛說了一百次對不起 但是說一百種對不起 我覺得其實更有趣 因為他就是… 必須要經歷過很多不同的階段 跟不同的碰撞 相愛才會是… 才會是完整的 對 那SKID有什麼想要分享 專輯中的就是… 例如說 歌曲啊 或是社群 我覺得喔 悲傷悲傷悲傷 這首歌對來說其實是很有趣的 因為他… 這算是我第一次這麼的… 這麼直接的寫一些東西 因為我覺得 之前我比較喜歡用隱喻 我喜歡就是用… 用星星啊 用什麼… 獅頭的雙腳之類的去… 呃… 就是講一些… 我覺得比較悲傷的事情 或是比較辛苦的事情 但這張專輯就是… 尤其這首歌 我想要就是用… 知全去對決 想要去… 把他講出來 講出來 就是… 想把他講出來 但他這首歌其實比較多是… 身邊的朋友的故事 我覺得也是因為 他不是我自己的故事 我更能夠把他講出來吧 就是更能夠 很具體的說出他們的掙扎 跟… 跟他們需要做的妥協 因為悲傷悲傷悲傷 我覺得… 雖然說他好像是一個… 往北的一個過程 但我覺得其實他就是一個過程 就是所有人 在生命中都會經歷一個過程 不管是往哪裡 或是甚至沒有方向 他也是一個過程 然後就是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必須要不斷地改變自己的… 樣貌 改變自己 面對這個世界的方式 但是還是有一些… 不能被… 觸碰 不能被改變的東西 就是那個靈魂的形狀 你還是你啊 這是這樣… 這首歌 他這張專輯 其實都想傳到這件事情 就是… 自己不能被改變的地方 然後… 因為… 抓緊了這個核心的價值 核心的自己 然後有租過力量 以來這個世界 去做… 更多的妥協 去做更多的愛 更多的愛 愛這個世界 你還要說什麼 就像是你朋友 你知道嗎 嗯 跟你分享一下 那時候就是有一次 就在那個… 在有一次演出回… 就是北上的時候 演出從… 至於去… 光是去哪裡 但是反正我們回去 在搭火車的時候 然後看了窗外 就是呼嘯而過 然後想說 我正在北上 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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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北上… 然後就… 其實就是我自己 我因為我很喜歡 做一些那種就是… 文字遊戲 歌詞聯想之類的 然後就想到這個歌名 那那時候還沒有… 它只有一個title 沒有太多想法 然後那時候是因為 跟我們一起同行的 有些夥伴是從… 也是從別的城市 到台北來打拼 然後就是… 聽了他們一些 在旅程上的故事 還有他們就是一路以來的… 一些為了… 為了夢想 跟為了… 生活做的… 很多妥協跟掙扎 然後就其實滿感動的 然後就把他們的故事寫在裡面 那還有就是一些 是我的高中同學們 他們就是… 開始邁入人生下一個階段 就是有些可能結婚啊 甚至開始生小孩啦 然後他們就是 開始肩負了不一樣的… 使命 對 我覺得是責任 就是責任變多了 然後就是… 不再是我們… 可能高中的時候 這麼的… 就是無憂無慮 嗯 但我覺得這個 這樣的… 得到重量的生命 是值得被歌頌的 所以就把他們寫在這些歌裡面 而且這張專輯的歷史 就是它有滿多 就是我滿喜歡的聲音 喔喔 比如說… 嗯 以舊家來的時候 那可能 intro 跟好處 對對對 它有運動 就是那個時機開門關 對對對 又或者是可能 Tabby Story 嗯 暴龍的品牌 是因為是暴龍吧 那個暴龍的吼叫 對對對 等等的 或者是鍵盤的那個聲音 我覺得在這張專輯的時候 還滿… 是… 還滿期盼的 這些 是… 上次 對對對 就是在製作上面 就希望它是一個很有溫度的專注 像舊家這首歌它是講的就是我 跟我自己的過去在和解 就是它是一個… 我的舊家就是因為我們現在搬出去住的 結婚的搬出去住 然後變成是以前的那個家 孕育我長大的家 就變成是一個別人…就是爸媽的家 然後所以回去的時候 其實感受是完全不一樣的 然後我們就是拿了一個麥克風 對 全人錄了它裡面的… 我回家一整個過程 對一個過程 就很像是生理奇境一樣 大家都戴耳機像ASMR 這樣子好像VR的感覺 對… 然後每人那時候一起… 你不是還錄了那個… 錄了鋼琴 對… 因為它舊家有一個老舊的鋼琴 自己從小彈到大的嘛 對啊 我一開始學鋼琴就是那台鋼琴 對 然後它已經就是… 在高音的地方就已經不準了 非常不準 差半音吧 對 對 所以在錄的時候就是… 還要… 還要轉換一下 還要轉換 對 然後它就變成是那個… 就是舊家這首歌的副歌裡面 很重要的一個聲響 就是鋼琴的聲音 然後我覺得就是… 把這些東西收集在一起 對來說是… 我個人來講是很有意義的 像舊家這首歌它其實… 呃…很多首歌 每首歌它可能… 訴說對下不同 然後最佳它就是一個 屬於我跟我家人的一首歌 但就是也蠻多人… 得到共鳴的 我覺得是蠻好的 因為其實就是 它就是一個… 家碼 大家都在… 愛家人這件事上 應該都會有很多… 掙扎跟或者是… 因為家人的愛 就是這麼直接 這麼純粹 但是又是… 不休… 毫無休止 所以一定是會有辛苦的地方 所以那時候 就是聽到的時候 就說 直接會被帶著那個… 那… 回到的小說了 對… 然後可能跟家人的互動 對… 會這樣收穫 然後 你們其實第一張是 以第一人稱 這樣做出發 就是… 然後第二張就是 以第二人稱 對 然後第三方就是第三方 然後第四張 現在又回到第一… 對 應該算是回到第一人稱 一個 cycle 可能你… 對 我…你…他…我… 對 下一張又回到第二人稱 喔… 我不知道 還不知道 因為其實… 我本來是寫完上一張… 上一張專輯的時候 寫到它 就覺得 欸 我的那個… Crispy 這種… 的創作 好像到了一個… 也不是盡頭 但是到了一個… 我想說的話都說完了 那時候想說的話都… 離開到來之後 都說完了 但後來就寫出黑暗的鏡頭 才發現其實生命 還有很多不同的可能 而且這兩年 其實這三年 我們經歷了非常多… 就是… 新… 全新的沒有想過的事情發生 就是… 第一個就是結婚 嗯 然後十周年 然後… 疫情 還有Covid 對 對 那個真的是… 改變我們的生命非常多 就是… 突然多了很多想說的話 像這張專輯 其實很多的歌 是在疫情當中 自己跟自己的相處 還有就是… 因為現在 每個人的互動 其實跟都不一樣了 它的確就是被改變了 所有事情都被改變了 但就是… 就是孕育出一些新的 創作的能量 然後我覺得 下張專輯 可能又會有新的 不知道 現在還不知道 現在就是他… 這張專輯 已經跟上我創作的腳步 以前會覺得說 我寫的歌 還有很多 還沒說完 但是這張專輯 目前現在是 我想說的全部的話 然後接下來的東西 就是我們 跟著生命一起體驗 一起去創作 我想問一下你們 在疫情之間 就是… 有做了什麼 因為其實基本上就是 很多時間是不太能去 反而是面對自己 開始是面對自己 或者是面對自己 在疫情期間有做了什麼 就是做了什麼可能 為了對方 或是為了自己 可以這麼想像嗎 我覺得我們 有找到一些 更自在的相處 我是這樣子 好像有 因為 其實我們是剛好在疫情期間 才搬進新家去住 對 對 我們之前其實沒有 沒有住在一起過 我們在一起十幾年 沒有真的住在一起過 然後疫情一來 我們就很高強度的 必須生活在同一個空間很久 對 然後在那個時候 也第一次就是知道彼此的這個 應該要有的一個生活空間 對 對 自己住 就是兩人相處 當然在同一個空間 但是我們自己 也需要有一個自己的空間 對 尤其創作 或者是就是必須要 就留給自己的時間創作 這個是滿重要的 對 對 然後我覺得 有更 磨合得更成功吧 之前就是 還沒有真的是實戰 真的住在一起 然後 因為疫情它 我覺得那時候 我其實很害怕 被關在一個空間裡面 就是我對那個 像隔離啊 或什麼之類的 我是非常懼怕 但那個時候 我好像稍稍克服了這一點 就是必須要待一下 然後我們就是一起在家裡 一個小空間 然後 好像就是找到了一個 跟自己相處方式 因為我覺得隔離最怕的就是 跟自己相處很痛苦 就是很容易陷入一些 就是鑽牛角尖的思緒 但現在好像有比較好一點 你說你們 算是經歷從 10年到20年 大概12年了 12年了 有什麼樣的血類型 血類型 蠻多迷惘的時候 對 我們算是一個 一直很迷惘 對 因為 因為我們原本是讀 完全是不相關的科系 我們是讀機械系的 然後其實也是 雖然說我們家人對我們算蠻包容 但我們還讀完研究所 然後也是 看起來就是 一副準備要去就業的樣子 對 但就沒有 我們那時候想說給自己一點時間 想說我們試試看 在年輕的時候 闖一波 對 結果就12年了 就這樣過去了 然後我覺得中間 27 28歲的時候 那時候 最有一個 以前都覺得說 我的這個決定 可能是可逆的 但是到了一定的歲數之後 好像就真的是不可逆的 我就是成為這樣子的人 我就 應該不會再回去當工程師 我覺得我好像在20 可能27歲之前 都還有心裡想說 隱隱的覺得說 欸 好不然出門下端輯 如果 做不下去的 如果還是這樣子 那我也覺得 很心滿意足的 那不然我就回去 當我的工程師好了 但現在好像沒有這個選項 其實應該說 我們給自己嘗試這件事情 他的成果已經遠遠超出我們 原先的想像 然後 所以就是 已經 已經不虛實聲了 就是並沒有太多的遺憾 對 做得很 說說 雖然有血淚是心酸 但目前看起來都是 很快樂的 的結果 每一張專輯生出來都是 對對對 過程都非常辛苦 然後辦專場 或者是 各種演出 然後或者是 入圍獎項 什麼那些東西都是 都是緊張的時刻 然後都是必須要 停下去的 然後面對各種不同的 就是 大家的評價跟什麼的 都是 都是困難的 但我覺得我們有 越來越堅強 嗯 挑戰越來越大 對 我們的心 也變得越來越健全 跟強壯 但我們面對的壓力 跟挑戰越來越大 所以 我覺得算是 算是還是一個持平的狀態 對 現在我們如果是 面對我們三年前的 挑戰可能就這樣 我可能要 我會非常的輕鬆 對對對 但因為我們現在的 那個挑戰就變得更大 所以就還是要 再延正一代 被逼得往前走 對對對 也是一直在成長 但像譬如說 像我們上一些節目 或通告像這樣 就是 已經毫無壓力 對 不會緊張 以前還會緊張 三年前發片的時候 會覺得 我要把那個搞的錄也好 然後就要講很清楚 但現在我覺得 反而是 自在地談論這件事情 是 是更 更有效果的 其實 對 也更能夠享受在每個檔下 演出演出 演出就是 把握每個檔下 對 其實錯了 你剛才也是 對 以前會戰戰兢兢 很怕出錯 什麼事 但現在我覺得在演出 都是最放鬆的時候 站上台 覺得一切都對了 對 好 我覺得應該是在這十二年之間 就是有建立更多的自信 對 就是更知道自己是什麼樣子的一個人 對 這樣也是蠻重要的 找到自己的樣子 這過程其實也是蠻多碰撞的 對 喔 我覺得我好像 從一開始的時候 在台上的樣子 或者是 面對這個世界的姿態 我有一直在改變 然後就是 以前又有很多偶像 然後他們可能是在我們前面的人 然後我們很希望創作 或者是 帶給大家的感覺 是跟他們一樣 然後可能會有些模仿 或者一些影子 但是我覺得就是 在不斷的去嘗試 跟對自己赤裸的剖析之後 現在的樣子 我覺得是蠻好的 現在我覺得在 在不管在社群媒體上 或是在演出上 狀態上 都是很大方的 就是我們 就是這樣子的人 然後也是 我們的自信 也是從我們 各種不同的努力 累積而來的 然後我們也知道 還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那不是說我們是那種 哇的天才這樣 但就是因為 因為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 可以跟大家的那個 距離是非常的 非常的短 然後我們是可以體會 大家的痛苦跟掙扎 然後面對生命 面對愛 面對夢想的一些 一些思考這樣子 好 那要不要接下來 公布一下 接下來的計畫 好的 很重要 很重要 明年就是明年 但其實也才 已經要 剩兩個月了吧 剩兩個月了 剩兩個月 很快喔 非常的快 在明年的 一月八號 一月八號 我們要舉行 我們的大型的 專場演唱會 專場 耶 對 就是這張專輯 愛是我們必經的 辛苦的 專場演唱會 沒錯 那地點是在ZAP ZAP 非常大的場地 ZAP New Taipei 非常大的場地 是我們曾經十二年來 最大的一場演出 沒錯 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 一起來共襄盛職 來啦 耶 OK 那最後 如果喜歡吹樂團的話 和訂閱和按讚分享 那我們下次影片見囉 掰掰 好 好 謝謝 耶耶耶